马拉基书第二章 祭司啊,现在这命令是给你们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若不听从,若不放在心上 不把荣耀归给我的名 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中间 我要咒诅你们应得的福分 并且已经咒诅了 因为你们没有把这命令放在心上 我要斥责你们的子孙 也要把粪涂抹在你们的脸上 就是劫其寄生的粪 人要把你们抬到粪堆去 万君之耶和华说 这样你们就知道是我把这命令给你们 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得以存留 我与他所立的是生命和平安的约 也把这些赐给了他 我要使他敬畏我又畏惧我的名 在他的口中有真理的教训 在他的嘴里也没有不义 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 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 祭司的罪当保存之事 人要从他的口中寻求教训 因为他是万君耶和华的使者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却偏离了正路 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你们也破坏了我与立位所立的约 因此我也使你们在众人面前被藐视 受轻看 因为你们不遵守我的道 在律法上寻人的情面 我们不是同有一位父吗 不是同一位神创造我们吗 为什么我们个人对自己的兄弟不忠 亵渎我们列祖的约呢 有大人行的诡诈 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 做了可赠的事 因为有大人亵渎 耶和华所爱的圣所 取了侍奉外族神的女子为妻 行这事的 无论是主动的或是服从的 连那献礼物给万君耶和华的 耶和华必把那人 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 你们又行了这事 使眼泪 哀哭和呻吟 盖满了耶和华的痰 因为耶和华不再垂看礼物 也不喜悦从你们手中收纳 你们还问 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年轻时 索取的妻子中间作证 她是你的伴侣 是你立约的妻子 你竟对她不忠 一个还有灵性的人 是不会这样做的 她会做什么呢 她会寻求神的子孙 所以要谨守你们的灵性 不可对年轻时索取的妻子不忠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我恨恶休妻 何以强暴待妻子 万君之耶和华说 所以要谨守你们的灵性 不可行诡诈的事 你们用自己的言语 使耶和华厌烦 你们还说 我们怎样使他厌烦呢 因为你们说 作恶的 耶和华都看为善 并且喜悦他们 或说 公义的神在哪里呢